來台灣就要入境隨俗 來自瑞士的巴斯可溫格 他通過交換訪問計畫來到台灣 而嚐到他第一身 第一口台灣綠竹筍 一塊塊美味可口的綠竹筍 搭配的竟然是來自瑞士的起司鍋 新奇意外的組合 也讓來自瑞士的巴斯可溫格 第一次吃到台灣的綠竹筍就說讚 I'm actually surprised that it tastes so good together 20歲的巴斯可溫格 透過國際四件青年交換訪問計畫來到台灣 新北市農業局特地安排他 跟著筍農 裝微森 學習柴筍 體驗濃濃的台灣味 台灣的綠竹筍在新北市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們就安排他到我們五谷區的筍源 來體驗 一方面體驗柴筍 也讓他知道我們整個筍源的管理 透過跟這些外籍的朋友互相交流的話 同時可以增加我們的農民視野跟國際觀 透過這次柴筍活動 巴斯可溫格雖然腳被蚊子叮了很多包 還是覺得很有趣 也學習到如何分辨竹筍生長位置 讓這位來自瑞士的草根大使 覺得不需此行 也深刻記住綠竹筍的好味道 台灣竹筍戰 聯合報吳文良新北市報導 技術 和官倫 希望這一點 大50概活動 這是獨立 contest觀的